我记得瓦雷里的《海滨墓园》里说 总有疾风来 人生不远起 意思是说 起风了 我有努力生存 人这一生 总要经历无数的风雨 摔倒无数次 披荆斩棋 才能站在人生的巅峰 这期间的苦 有多少人生有感触 周星驰在《少林足球》中的一句经典台词 人如果没有了梦想 那和咸语有什么两样 被无数人奉为经典 一个人如果没有梦想 就要为别人的梦想打工 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中 浑浑噩噩过一生 生活也会缺少很多激情 很多惊喜 我大学一个同学 曾经的梦想是 将来能当上一名物理学家 于是 几乎整个大学 他都沉浸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 快毕业的时候 飞行忘食地被考研究生 最疯狂的时候 他可以找在出租屋里 闭门研读一个月不出门 最近一次联系他 他正在国外深造 他曾经告诉我 曾经 他也是很贪玩很懒惰的人 但当他寻找到目标后 真的变得很有憧憬 他的热情和专注 都一股脑投入到其中 去向那个终点 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虽然 这条实现的道路 充满了艰难闲楚 在法国动画片 了不起的《菲利西》里 菲利西 从小生长在孤儿院 他的梦想 是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 可是 孤儿院院长却对他说 梦想不能当饭吃 他注定要被埋葬 菲利西 却不愿意 接受所谓的宿命 虽然这样的梦 对于那般环境的他来说 的确遥不可及 但不踏出努力的那一步 谁能给他的人生下定论呢 他开始想办法 逃出孤儿院 混进芭蕾学校 通过刻苦训练 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淘汰 最终 沾上梦想的舞台 就像我那个朋友 在深造期间 开始参与重大的研究项目 他离他想要的 已经在无限靠近 每一个斑驳的梦想 执着让前行更有力量 了不起的菲利西里说道 现实中 很多心中怀梦的人都知道 前路很难 虽然世界很大 我们很小 但就是不甘心 过一眼望到头的人生 与其当一条咸鱼 不如为了梦想 就此放手一搏 有个道理很烂俗 却也很真理 梦想面前 坚持就是胜利 比如很多人喜欢周星驰 因为他的无厘头电影 给很多人带去了快乐 作品已成为影坛的经典 而他本人也被奉为新爷 但其实周星驰走到今天的地位 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他出生在香港 从小家庭贫困 迫于生计 在茶楼当过跑堂 在电子厂当过工人 中学毕业后 考入无线电视台 夜间训练班 为了实现他的梦想 他白天要在社会上 辛苦打工 晚上去培训学习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默默无闻地 跑了七八年龙套 正是这样不懈地坚持 才成就了今天 我们看到的周星驰 期间 他有无数次自我怀疑 但都坚持了下来 如今想来 幸好当初没放弃 正如当幸福来敲门的那句话 当你认为最困难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最接近成功的时候 当你发现生活越来越吃力 其实你离成功已经不远了 温斯敦丘吉尔说 成功根本没有秘诀可言 如果有的话 就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坚持到底 永不延起 第二个就是 当你想放弃的时候 回过头来看看第一个秘诀 坚持到底 永不延起 那些总让我们感到 无比痛苦的当下 不过是为了成就你 更好的明天 就像一群人一起挖一口宝藏 在快要到达目标的时候 总有很多人因为太累了 在成功的前一步就放弃了 也连昨天的99步 已并辜负了 世间的努力 不会被辜负 熬过澎湃波涛 就是避害蓝天 比如近期 我们采访了 金氏光线传媒事业部副总裁 也是青年作家的刘童 她是活生生的例子 在成名之前 她梦想能出版自己的书 于是大学期间坚持写作 然而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她的书稿 却没有一家出版社 愿意替她出版 有一年 她从长沙坐火车去武汉 当她想和编辑聊聊时 对方只回复她三个字 放那吧 她说 那种感觉 就像是你为一个梦想 坚持了很久 但是最终 却并没有得到该有的尊重 有很强的挫败感 但 谁能想到 在摸跑滚打十几年 当初那个桀骜不驯的青年 如今 已从一个小白 脚踏实地地奋斗成为一个 生命远波的职场经营 谁能想到 而今的她 在坚持十多年写作后 成为了一名 长销书作家 如今在镜头前 淡定从容 侃侃而谈的这个 有为青年 谁又能想到 十几年前 她也是领着 微薄薪水的北漂 同无数年轻人一样 尝尽了奋斗的心酸 和苦累 由同在 我在未来等你中说 人生总是奇妙的 一旦你努力去做一件事 如果结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那么老天 一定会给你一个更好的结果 越是绝望 越容易看到希望 那不是假象 是要活下去的理由 只要你咬紧牙关 默默修炼自己 当有一天 你穿过那些黑暗 你会发现 生活坏到一定程度 是真的开始就变好了 而经历过狼狈 不堪 落魄 但始终不愿意妥协 服输的你 终于 开始绽放光芒 虽然哭过累过 但在我们抵达成功的终点之前 受过的苦 熬过的累 也绝不是无意义的 每一个更好的你 每一个更广阔的现状 都是穿越过黑暗 披荆斩棘奋斗来的 在我们摔倒时 让我们看清楚身边人情冷暖 在我们失落时 我们重新去审视生活的意义 在我们挫败时 我们一点一滴地 从过去积攒经验 就像中国合伙人里说的 成功路上最心酸的 是要难得住寂寞 熬得住孤独 总有那么一段路 是你一个人在走 也许 这个过程要持续很久 但如果你挺过去了 最后的成功 属于你 所谓生活无非是 生下来 活下去 纵由疾风来 人生不延弃 没有改变不了的未来 只有不愿努力的现在 刘童在 《你的孤独虽败犹荣》里说 你的脸上云淡风轻 谁也不知道你的牙 咬得有多紧 你走路带着风 谁也不知道 你膝盖上 仍有曾摔上的瘀青 你笑得没心没肺 没人知道 你哭起来 只能无声落泪 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 只能背后极其努力 我们没有改变不了的未来 只有不想改变的过去 只有努力 才能让一切 毫不费力 如果现在 你跑得很艰难 记住 撑住 才有后面的一切 黑 月光下的你 是否在寂寞夜里 回忆过去 和你 微笑的眼睛 在我脑海里 在我脑海里 窥知不去 我脑海里 都要看着你 我脑海里 在我脑海里 我脑海里 在我脑海里